我宣布,我決定撤銷隔離令,撤銷向感染人士按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第599A章發出隔離令的措施。 這個措施將會在1月30日正式撤銷。我作出這個決定,是考慮了以下的因素。 第一,本地新冠疫苗接種率第二劑和第三劑已經達到93%和84%。 加上第五波疫情以來,大量市民因為感染而產生了免疫力,等同接種第三劑疫苗的有效接種率達到95%。 社會對新冠病毒的混合免疫屏障已經十分牢固。 現時已經完成疫苗接種的市民感染Omicron病毒之後多數輕症。 第二,經過三年疫情和新冠病毒不斷演變,加上本地醫療系統防治能力的提升,以及有效的抗病毒藥物。 第一,病毒對本地的公共衛生風險已經明顯改變,並且減低。 第三,與內地通關了十多天,沒有增加到疫情風險。 第二,疫情一直向低走,更加從最高位的差不多是三萬宗,一直回落到昨天的三千多宗,下跌了九成。 第四,社會與市民對新冠病毒病的認知和處理能力已經大大提升。 因此,政府對新冠疫情的管理,需要邁向新階段,新模式。 由於病情多數輕微,對疫情的處理,應該由政府一刀切,改為市民自行決定,自行負責。 由於屬於胃械?